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,诞生过好几百个皇帝,王更是不计其数,但是能让人们成为大帝的,却寥寥无几,一个朝代能出现两个大帝,基本上就是非常厉害的王朝了,比如汉朝,出了刘邦,刘彻,刘秀,比如唐朝,出了李世明,李隆基,比如明朝,出了朱元璋,朱棣。 这些皇帝每一个都是在历史上非常厉害的人,而我们这篇文章,就来说一说汉武大帝,刘彻。刘彻在16岁的时候就成为了皇帝,在经过汉文帝和汉武帝恢复国家经济之后,刘彻登基的时候,汉朝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了,而且各项制度也是十分完备。 刘彻原本并不是一个好战之君,他只想好好的当一个像刘恒留起那样的明军,让汉朝变得更加强盛。 但是,在窦衣房死后,周边的一些小国家开始不觉寄养,他们看汉武帝是个小皇帝,所以也没有把他看在眼里,而他们每日每夜对西汉边境进行骚扰,最终,汉武帝的暴脾气上来了。 刘彻最先向敏越国用兵,因为他们是最能蹦达的,他们觉得自己比汉朝有钱,没事就摸摸老虎屁股。 结果西汉大军刚刚兵临城下,光气势就把他们吓得不轻。 而两军开始交战,汉朝的军队更是摧枯拉朽一般把敏越国吞并。 另一方面,就是大家熟知的对待匈奴的政策了,匈奴是当时汉朝的最大威胁,可能也是天柱汉武帝,在他掌政期间正好出现了魏清和霍去并两员大将,最终在刘彻的领导之下,抗击了匈奴,并且和西域地区友好往来。 继而浮写了西汉时期最为鼎盛的画面。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,只要有侵犯领土的,那就是打,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,要么臣服,要么被吞并,这就是汉武帝给犯中华者两个选择。 诚然,汉武帝在晚年还是有一些不当举措,但是他的一切错误,都不影响他成为千古一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